好了 鄉親啊 這個 行春民謠 音樂局長 第一次到台北北的舞碟館 不用開來講演 要讓民眾 透過局長的形式 來感受 行春民謠的水 大月巾 唱民謠 三位不一樣 小台的路主 用台語 民謠 四個年老高鐵 唱出 行春流行 小名的故事 當中這個八十八歲 丹燕阿嬤 這群都是七十年 是文化報認定的 人間國報 十八歲我老婆就夠了 為了要讓行春的民謠 打近民眾 台南人局團 跟車港青年創作體 製作半島紅色 燒搬飯 營樂局長 十月二十晚上 要到台北 回復歐碟館來講演 冰冬館政府也邀請鄉親到行春 體驗半島刮邀座 鄉親通話到行春 來感受 幽鬱度國 時間到行春 естеzug